嗨 大家好 我是老辣妹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里是前朝 这一集呢我想带大家玩的是上野跟前朝这一带 这一带呢应该算是非常热门 无论是住宿或者是观光 都是非常多的台湾人喜欢选择的地方 但是呢如果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两块地方 我们能不能带大家玩一些比较不一样 然后比较深入的景点呢 今天我就帮大家快速的整理一下 你们看哦后面就是非常知名的Asahi的总部 这里算是一个非常好欣赏晴空塔的地方 所以既然我们都来到前朝 我们今天也会利用一点时间带大家看一下 前朝周边包括景蜜丁这一带 有没有什么私房景点可以把晴空塔拍得很漂亮 出发! Go! 我觉得来到前朝附近很值得花时间散步的目的 就是因为要捕捉各种晴空塔的样貌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景蜜厅 景蜜厅是近期台湾人也非常热门的住宿地点 很多公车可以直达迪士尼 除了交通方面逛街也集中之外 美食也很多 重点是到处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晴空塔 像我觉得最美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定位在北口Burger King 非常巨大的晴空塔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美的搭卡地标 旺道的景蜜厅来 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带给大家 就是我想带大家来吃 大家很想吃 可是又不用排队的美食 就是在我身后的一家 来自扎晃的根式花丸 根式花丸 其实在台湾人的心目中的寿司排名 其实蛮前面的 听过非常多人推荐它寿司的单价都不高 大部分的价位会落在100多日币到270日币之间 可是CP值非常的高 食材用的也蛮高级的 为什么我会推荐景蜜厅的这家店呢 是因为不用排队 很快就可以吃得到美食 我就觉得超赞的 里面的店员也非常的亲切 点餐的方式也超级简单 填上想要的寿司号码 最后呢再填写你的桌号 它就会帮你把寿司铺在你面前的那片叶子上 帮你摆好 这家店虽然它是历史 站着吃 可是又吃得饱不会胆价太高 个人觉得跟寿司号码是吃寿司 蛮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你是对寿司比较无感的人 不想吃海鲜生食的东西 我也非常推荐景蜜厅 这边有两家拉面名店 一家叫做面鱼 它是鱛鱼汤头 另外一家呢也算是细出同门 叫做满鸡轩 满鸡轩很特别 它的主打是鸭汤底 所以如果你也很爱吃鸭土葱的人 基本上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景蜜厅这边的满鸡轩 因为也是百名店 两家户在斜对面 然后在那两家拉面店面前 也都可以拍得到非常巨大的晴空塔 有美食又有拍照店 景蜜厅真是一个好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好好看一下 属于浅草地区独特的风景 就是超级无敌靠近晴空塔的 这一个自房景点呢 它其实就是在阿卡奖的顶楼 可以独享整个晴空塔 因为我们今天上来的时候 半个人都没有 只有我们两个 它只有唯一一个要求就是 希望你不要站在那个台子上面拍照 其他的部分 你爱怎么拍就怎么拍 可以把晴空塔 净收你的相机手机底 真的很巨大很美 天气好的时候 在顶楼晒着太阳 吹着一点风 看着晴空塔 非常非常的享受 总之我觉得景蜜厅呢 算是个人会蛮推荐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住宿地点也都 离节日非常的近 也很方便可以从这边 直接搭车去迪士尼 附近还有非常多很大的公园 整个居住环境很舒服 再加上百货很集中 重点是你有看不完的晴空塔 尤其现在是傍晚 晚上晴空塔亮灯以后 那又是不同于 浅草观光案内 上面瞭望的晴空塔夜景 满享受的 来到鼎鼎大名的浅草寺 就是除了你去求钱 惨百之外 来到中间市通 一定会吃超级多道地的美食 应该有很多人已经介绍够多了 我们来买一些 只有浅草才有 或者是在浅草 非常值得购入的伴手礼 那些礼物呢 都是充满满满的祝福 想带大家认识一下 走我们去买 第一个要买的伴手礼 浅草寺一向都有 非常灵验的这一个说法 说到灵验这件事 我觉得有一个神秘小物 它也是超灵验的 就是这一家 我后面的那个 鸡被子屋 虽然有没有卖很有名的 吃的鸡被子 但是呢 它很灵验的东西是这一个 陶灵 一个陶灵是1650元 我觉得买来送别人还不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里面的老板娘呢 从前是一个占卜师 每一颗陶灵 都是由他亲手制作的 放了非常多的祝福在里面 据说呢 曾经跟他买过陶灵的人 都觉得非常的灵验 所以这家的陶灵 因此而声名大噪 甚至在日本的节目里 也曾经介绍过 所以如果你有来到浅草寺 既然你都来参拜了 大力的推荐大家来买这个条例 无论是外形啊 或者是背后的故事 都充满着祝福 很值得入手 主要是可以求恋爱运 但是我今天买的是 招财猫 所以它也可以求你的 事业运跟财运 我在网路上看别人的说法 就是休息日都很不一定 所以有缘的人才能买得到 果然我们今天一走过来的时候 发现他没有开门 对啊 它铁门上面就贴着 今天临时有事 供修一天 对啊 然后我超失望 我想说 网路说的果然是真的 我们就在他门口正在失望的时候 没想到老板娘拉开铁门走出来 头也不回来就走掉 然后我们就望着他的背很沮丧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他感受到 背后有一股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他就走到远远的地方 突然就回头 是杀气 没有没有 他就回头看着我们 然后就走回来 问我们是不是想要买 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 他也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 所以就得到了如此幸运的桃铃 我觉得非常的lucky 想必我们会有满满的好运在我们往后的生活里 如果大家有来的话 请一定要来几辈子无来买这个桃铃 帮自己得到多一点的祝福 很lucky 首先我只能说一进到雷门以后就非常的好买 因为一进门的右手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家叫做化妆堂365 他为什么叫做化妆堂365 是因为他卖很多生日护手霜 每一天上面的图案都是不一样 我就买到我的生日的护手霜 他每一个设计都非常的别致 我个人觉得他的滋润度非常够 所以如果觉得你皮肤比较干燥 带一个小小优雅的护手霜在身上 非常的可爱 所以我会推 那至于他还有很有名的护唇膏的部分 我都会习惯用更滋润的 我就不会买这一家 可是如果你要送朋友 我觉得都很有面子 对应他的生日 很有诚意 诚意满满的伴手领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酷 就是这个 有香味的御手 类似我们的香包的概念 可是他是做的非常的别致 让人很难不去买他 我觉得化妆糖365呢 是非常多台湾女生 很想要购入的梦幻艺品 买完伴手里 如果你真的要问我 千草美食推什么 当然送件事通上面 还是有几家我吃过 觉得还蛮好吃的散步美食 但是我真正朝思暮想 心心念念的 我一定会推我身后的一个 柠檬派 他整家店面装潢超级无敌可爱 就是很有柠檬的颜色 黄黄的 招牌就是柠檬派 可是因为他们这家很特别 因为店内非常的小 每天中午12点开门 大概5点就会关门 不过我们昨天来的时候 3点柠檬派就已经全部完售了 消失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要来吃的话 建议开店 12点就过来先买着 当下午茶 刚刚有说店面非常的小 还有两家有合作的店家 买了外带到附近的咖啡厅 坐着享用柠檬派 跟店家点一杯咖啡搭配着享用 也是会蛮享受的 我昨天因为铺空 我就直接先预订 聪明吧 阿伯 我们现在要走到附近 配合的一家咖啡厅 这柠檬派非常的特别 你一打开就会看到三层 层次分明的不同 第一层可以看到蛋白霜 第二个呢就是柠檬奶油酱 最后一层才是比较稍微硬一点的派皮 层层分明 诶它很Q诶 它的柠檬奶油酱非常的Q 吃 好酸 它的柠檬那个酸味真的很酸 我刚闭眼了好几次 然后蛋白霜 因为它是打发烤过的 表面这些蛋白 其实是烤的焦焦的 可是内层的蛋白霜 有点像棉花糖的口感 蛋白只有微微的甜味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来的话 可以买两三个 真的不然你会后悔 蛋白霜无敌绵密 就跟云一样 云就是云 加上柠檬奶油酱汁的时候 它的酸甜感会有点中和 我觉得不错 重点是派皮的部分 派皮不像是美国传统的那种派皮 它是有点带酥皮的派皮 我比较少吃到 吃起来本身就是很有层次 加上上面的两层 吃起来的层次不是你眼里看到的三层 没有那么简单 你说它比看起来还要再更丰富就对 对 我觉得蛮特别的 真的很好吃 很值得特地过来走一趟 这里走到浅草寺 大概需要十分钟 可是如果你搭捷御一站 田园厅下车 然后走过来大概三分钟的路程不到 位置蛮好找的 我觉得蛮值得过来特地才适合 吃完之后 接下来我会推荐大家来浅草寺附近的 河雨桥这个地区来走一走 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呢 因为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也蛮喜欢买一些日式生活杂货 甚至是厨房小餐盘 充满和风的碟子啦 碗筷啦 或者是一些放快价的东西也好 推荐你来这边走一趟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有特色 就是它会专门制作食物模型 所以如果你有需求 比如说你是开店的人啊 可以来这边购买食物模型 我觉得都超级逼真 甚至还可以报名参加课程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蛮酷的招牌 我觉得看日本的招牌对我来说 也算是一种逛季的 他们很有想象力跟创意 非常的huge 超级可爱 然后河雨桥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 是它 你知道这是谁吗 背面 你来正面看 它谁 它是 你不能欧白说哦 你看它头顶你就知道 它就是河童 河雨桥这边超多河童 因为其实早期在这边 算是夏亭风情比较浓厚的地方 这边的人工作都非常的辛劳 据说河童呢是专门帮助 只要你工作勤奋的人 都会特别助你一辈之力 附近甚至还会有很有名很有名的河童寺 所以我们现在也过去参拜一下 因为我们工作一直都满辛劳 满辛劳的 逛完河雨桥之后呢很多人来浅草就一定会想要来吃一下寿喜烧 那今天呢我们也当然会带大家去吃但是不是金瓣也不是米酒 是另外一家也是有超过百年历史以上的寿喜烧 我非常喜欢它店里的氛围 店里就是走一种大盛浪漫风的装潢 一起去看一下这一家也蛮有特色的寿喜烧 我有一个感想 日本的寿喜烧呢口味上都是偏甜 可是我觉得这一家牛肉的部分也蛮特殊的 这一家牛肉的选择是选择双酱牛刺身 也就是它的牛刺身跟脂肪的分布呢会比较交错 吃起来不会非常的油腻 然后我刚刚在看盘子里的肉 看不是说非常的懂 但是我觉得我在吃起来的口感上面会有两种风味 一种就是吃起来的肉质会比较偏硬 但是也不会让你咬断 那另外一个会比较丝滑一点 同一盘里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口感 牛肉的味道非常的香 只是口味上会比较偏甜 然后呢它的葱也蛮有名的 它的葱叫做前煮葱 吃起来就是很鲜甜 完全不嗆鼻 包着葱吃 不会觉得很辣 葱辣味完全不会 个人觉得还蛮好吃的 加上它的前菜啊 我觉得蛮优雅的啦 前菜也是从口味比较淡的去吃到比较深的 不论是他们的服务 或者是店内的装潢 甚至是料理本身 都蛮值得这个价钱的 虽然吃一餐也要2000多块台币 因为我们这次是点最低价的 CP值还算高 因为吃的蛮饱的 最后还有一个小甜点 柚子冰淇淋 超级好吃 然后它也有两种 它有寿喜烧 也有啥啥啥 看你怎么选 我个人觉得寿喜烧可以来尝试 如果你预约不到米酒或金瓣 可是你有想尝试吃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寿喜烧 我觉得我们推荐的这一家就还蛮适合你的 上野玉竹丁一带 是我推荐大家来买药妆 甚至是一些零食类一定要来逛的地方 刚好也很多人会选择住在这 买完放回饭店是最方便的 如果大家要买药品的话 我会推荐大家去上野阿美恒丁上的OS药妆 如果你要买其他生活杂货或者是美妆类的话呢 推荐大家一次构组就是来多庆屋 多庆屋在这边呢大概有三个馆 我觉得多庆屋最好逛的是第一馆 里面有美妆零食 然后也有大家很喜欢买的酒类 酒类真的比台湾划算非常的多耶 吓坏我 这边还有免税 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在这边买 非常方便 走 因为我们来东京旅游 实在是太常遇到肌肤真的太干燥的状况 在台湾也是啦 就是皮肤的保养非常的难 如果你一旦皮肤干燥的话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来日本少货 少这个牌子 这牌子是我真心推的东西呢 像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专门擦皮肤有脱屑 或者是比较明显干燥处 直接把它抹在上面 它有点像是 比较特殊质地的凡士林的感觉 你看它好像很油 可是当它一抹开以后 涂在你的特别干燥处 就会发现 哇塞 隔天感受超级 超级神 这个我超推的 你也可以买这个化妆水 这个是专门针对你 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 拿来急救使用 而且它是药用的 特别有干 概念是这样 所以我也会蛮推荐的 然后啊 还有一个也很推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补妆 然后你脸很干 你也可以买它的粉饼 它的粉饼也是真的好用 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个牌子 请大家任谢啊 或者 好 接下来介绍给像我们这种 长期熬夜 作息不正常 或者是饮食不正常的人 大家应该很容易 因为这种状况 造成嘴破口内言的概念 很多人会用这个 用贴的 但是我觉得用贴的对我来说蛮不方便 所以我个人喜欢擦这个 涂膜软膏的方式涂在溃养的地方 多少会有一点隔绝食物 当你嘴破的时候涂这个 其实蛮舒服的 涂了大概几天它就会复原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蛮有效的 另外呢 如果你是有嘴角油破啊 口角眼 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干嘴唇会有裂痕的这一种 擦这个也蛮有感的口角 或者是针对嘴唇破裂的人 当家里的常备药 最后呢 我要推荐大家两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都是针对如果你压力很大的人 压力很大有时候就会造成这边肩膀啊脖子 这边很紧绷 紧绷到你觉得头有够痛的 这时候呢我就会使用这一个东西 它是专门来塗抹在你觉得僵硬的地方 按摩的方式把它按开 稍微自己绑自己按摩 它的这种舒缓感会一路慢慢慢慢 蔓延到你的头部 所以它这个就是专门给你 因为肩脊僵硬而造成头痛的劲头 去食用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亚力大的人蛮适合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同样是给亚力大的人用的 这就是兔子牌 如果你是因为亚力大造成的便秘 然后大便宜 像兔子的大便宜一样一颗一颗的 那你就很适合吃这种软便的 我觉得它比较让我安心的部分 是因为你吃了你不会有依赖性 也不会让你有肚子痛脚痛的感觉 所以这个牌子是我自己吃起来比较安心的 以上就是我自己推荐大家 我如果来药妆店会购买的 如果你是住上野附近 来这边非常的方便 可以让你打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药妆一次买清 好玩 来到上野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的酷 上野很多地方可以逛 可以买吃东西 然后上野公园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你真的走到很累 有一个咖啡厅 它叫做足湯咖啡厅 它很酷哦 它就是可以让你点一杯饮料 然后泡在足湯里 消除你腿部很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对观光客来说 非常的贴心 很酷的体验 它这边的消费方式是 泡足湯45分钟 点一杯饮料 套餐是1100日 可以点一杯很基本的药草茶啦 或者是冰咖啡啦 然后泡足湯泡45分钟 稍微休息一下 你不觉得很适合把长辈放在这里 然后你去买药妆 就不会让他们太劳累 然后店里还有一个很酷的服务 就是你可以加按摩 提购物代替 很累很累的话 它就有按摩的服务 按摩服务来了 我现在要来进行10分钟的按摩 封面� yas 特别活力充沛 我觉得来上野逛街呢 非常需要这间咖啡厅 因为我的整个人现在是通体舒畅 那我的疲劳可以靠他们帮我解决 你呢 我吗 嗯哼 我有这个啊 老鞋针人生巾 老鞋针一直是很听我们在日本拍摄 最爱的干爹 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会选用老鞋针人生巾 除了它原料的使用都非常的安全无虑之外呢 它更是用整根人生下去熬煮的 特别对男生来说会补充男生的气力 我觉得男生有气力非常重要 尤其是摄影师 如果没有摄影大哥的话 我哪来那么多漂亮的画面 对不对 这位摄影大哥体质本身算是非常的燥热 可是我觉得老鞋针人生巾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它是用双身去熬煮 算是温补性质 不会因为你使用人生巾而造成身体过热 所以这就是我特别会选择老鞋针 来给摄影师补身体的原因就是这个 那我知道很多人很怕人生味 你觉得老鞋针人生巾喝起来的口感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它喝起来的甜度还蛮刚好的啊 而且喝起来很顺 不会说好像吃补像在吃苦一样 一整天工作下来其实体力都会维持得还蛮好的啊 不会像平常我们出去拍摄 一整天回到饭店就整个泪摊 这几天下来喝起来是真的蛮有感的 而且我已经打开偷喝了 总之呢我们两个人常常在日本到处拍摄 体力对我们两个来说呢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老鞋针人生巾呢就是我会推荐给 特别是男生如果你想要维持好体力 平日可以拿来进补的饮品 希望大家都有体力跟着我们一起去日本玩透透咯 来到上野玉土亭呢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来日本 非常想体验前汤 可是应该很多人都会害羞 一方面不知道该怎么消费该怎么沟通 另外一方面可能要太赤裸跟别人坦诚相见 但是我就找到一家咖啡厅 真的是由前汤改建的 而且这间前汤已经有90年以上的历史 保存古物真的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鞋子的拉壳 还有棒鱼山的地方 它都是原封不动的保留 把鞋子放进去钥匙抽出来的 那个体验感就是很真实 木片拿出来就锁上了 超级好玩的耶 看得到女汤男汤就很可爱 推开门进来很舒服的空间 它是分两区 第一区是喝咖啡的地方 里面呢是他们办公室 可以看到他们办公区的墙壁 还是保留前汤的壁画 咖啡厅这边呢 还有保留老板做的翻台 很酷的是我们一般人来消费的客人 也可以踏上翻台 去体验当前汤老板的感觉 坐在上面等着收钱 一边看到男汤一边看到女汤 你可以想象老板有多开心吗 就是那种很可爱的氛围 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餐点也蛮用心的 像我今天点的就是他们的招牌 手冲黑咖啡 很特殊的是它是冰淇淋加热咖啡 它有它独门的吃法 吃一口冰淇淋喝一口咖啡 吃一口冰淇淋喝一口咖啡 咖啡剩三分之一的时候 把你的冰淇淋倒到咖啡里搅拌 就有点像喝果汁的感觉 听说是这一家改建前汤的老板 独特的一个创意咖啡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不如我现在就来吃吃看 果汁口味了 蓝莓口味 用料还蛮纯正的吃得到满满的蓝莓香 好吃一口冰一口咖啡 因为它是用绿滴的 咖啡不会很苦涩 好喝越南咖啡豆 这么点的咖啡可以让你选三种风味 酸的到苦的跟中间值的 如果你不喜欢喝酸味重的 你就可以点稍微苦的 或是你点中和一点 会比较温顺一点 总之我觉得这一家淺汤 蛮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 这一家就叫做快摘汤 在上野玉丘丁附近 从鹰谷站走过来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如果大家有来 不一定每次都要去阿美恒丁 可以走远一点来到这边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好这次带着大家快速的走完 前草跟上野 分享了一些我个人非常私心推荐的 一些爱店们 外国很宁艳的陶陵 或者是那家我非常极度爱的 柠檬派 一直到上野的前堂咖啡屋 其实我个人都觉得 我真的对这些店很有感情 特别拍摄分享给大家知道 基本上前草跟上野算是非常多观光客会来玩的地方 这次我们走了不同的路线 希望给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感谢一直听我们的老鞋针 让我们能够一直玩一直拍 一直玩一直拍 那我是老阿妹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